说起俄罗斯这个国家,我们第一时间就会先想到的是战斗民族。 大家都知道,俄罗斯是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,差不多是我们的二倍,世界第二的军事强国。 但却很少人知道这个战斗民族的来由。 我们都知道,绰号一般都是根据对方的性格而起。 是朋友之间一种善意的表达词。 其实这个绰号也跟这个国家的历史是脱离不了关系的。 在一千多年前,俄罗斯也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国家。 为了解决国家的矛盾,当时俄罗斯就找到一个名为瓦良格人来当总统。 瓦良格也是不负众望,在其智慧下结束了之前混乱的局面。 还带动了整个俄罗斯的经济,恢复了整个国家的和平生活。 得到众多俄罗斯人民的敬仰爱戴。 当时,瓦良格总统还有一个名字叫维京海盗。 而所谓的维京海盗,就是指现在的战斗民族。 当然不仅是总统的原因,采取这个绰号的,俄罗斯人的英勇善战。 爱拼不怕输。 彪悍的形式作风精神,才能使得这个绰号更加的完整的表现出来。 在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苏联,就把这个战斗民族精神,发挥得淋漓尽致。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,击败不可一世的德国军队,成为二战的最重要的转折点。 因此这个国家对得起战斗民族这个称号。 在生活中,俄罗斯人的性格也是非常的豪爽。 经常在一些寒冷的地方,见到他们在东勇,笨猪跳。 还非常喜欢喝高精度的酒。 所以作为我们的邻国,我们经常就习惯称俄罗斯为战斗民族这个友好的绰号。 那俄罗斯有给我们取什么样的外号呢? 估计很多人想破脑筋都想不到是什么吧? 俄罗斯将中国人称为契丹。 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语音发言,跟契丹非常的相近。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, 在我国古代契丹族,跟俄罗斯人来往十分频繁。 所以深受契丹族文化的影响。 俄罗斯还对中国取了一个外号叫茶壶。 因为中国是世界茶叶的发源地。 中国人是非常喜欢喝茶。 不管是在生意上,还是平时吃饭喝酒都少不了茶陪伴。 喝茶可以修身养性。 茶叶已经逐渐称为中国的的一种重要的文化风俗。 所以,茶壶这个绰号,取得还是十分友好的。 看完俄罗斯给中国的绰号。 大家有没有长知识了呢?